臺灣面臨印度變種病毒株Delta的侵襲 新進度 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公布了 今天單日本土確診個案是六十例 那麼死亡人數是三例 雖然創下三級警戒以來 單日死亡數最低的 但眼前Delta病毒的嚴峻挑戰 並不容我們樂觀 而目前屏東群聚事件當中回溯 採檢整個同班機 前後兩排旅客 那麼一共三十八人 有三十四人是陰性 三人解人中 而另外一名則是外籍的航空機組員 已經是離境了 但令人非常擔憂 臺北市有兩人接觸過屏東芳寮確診果農 是否被感染呢 目前還要觀察 本土的病例有六十 那沒有境外這一入 那有三例的死亡個案 有千年到的縣市也比較少 那這都是一些好的現象 好現象不等於可以鬆懈 本土確診趨緩 死亡個案三例是三級警戒以來 單日最低 外界也關注有兩位臺北市民 接觸確診的屏東芳寮果農 雙北疫情是否會再擴大 我可以很確定跟你講不會 因為它在來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它是陰性的 所以它就不會有傳染的力量 那是不是這兩位 是不是未來會不會確診 這沒有人知道 但以時序來講 可能性相對的低 屏東Delta群聚事件也針對當天班機回溯匡列 同班機前後兩排三十七人 三十四人PCR陰性 三位檢驗中 另一名是外籍航空機組員 已經離境無法採檢 另一名方寮確診個案 一四七三四 有帶基因定序 是否跟群聚事件有關 DELTA病毒地方中央快速匡列 疫情未擴散到中北部 但是疫情跟相關的防疫持續進行 確保台灣的社區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